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之前看过电影版 然后我看过这个分享 他们就是白老汇内版 在分享的表演的片段 没想到现场效果会更好 然后就把孩子们做特别的理解 我给你出点声音的是 一个家庭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处理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温暖的 而作为一个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 我觉得很有功的享受 我感觉非常深刻 因为小时候我也搞一队 至少以前想要学的贝斯 所以当时家里人也不太同意学这个专业 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看完这个以后 我就发现我们和西方的一个 就是在小孩的音乐方面的一个差距 所以他们在小的时候 会接收到很多不一样的乐器 所以再去做任何风格的音乐 对他们来说 在未来都是有很好的帮助 那这个片子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孩子和家人之间的一些不理解 这个我相信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家庭 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它不仅是把音乐和一种 孩子和家长之间的通过这么好的一台戏 展现给我们 所以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很感动 还根本就是屁股 沾不到这个座位上 要跟同伴一起互动嗨起来 还有现在的小孩很感动 就感觉他们又能唱 又能演 我感觉好像乐器 也不仅仅是百花百花 他们真的特别有问题 这些小孩 我觉得他的吉的手 贝斯手 鼓手 这都是现场 全部是来的 对 尤其是一个吉他手 他弹得太漂亮了 这么小小只 对 我觉得整体的观感都特别的舒服 因为他的音效 好像我们都说 就是人生又干净了 一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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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体感觉 随乐器的配合就特别好 包括这种点啊抢的 我觉得 真的好 就是很厉害 很厉害的小孩 这部剧我 被周围的朋友已经安逼了很久 然后也一直很想 找个时间来看一下 但今天来了之后呢 我觉得 是非常值得 来这一趟 因为 我已经很久没有说 在剧场里面 被 声唱片素 就是非常非常激动一下 跟着他一起去跳 一起去唱 是真的一件难受的 但今天看完这部剧之后呢 我整场 我整场 和我的朋友就 我觉得他的代入感非常强 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都是跟着剧情 跟着音乐 跟着他的声音 一起嗨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部剧 应该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这部剧 因为我在百老汇 当时在那个 Winter Garden Theater 已经看过一遍了 所以说这次再看的话 就是有一种很多东西 很多回忆都找回来的感觉 然后这部剧的上半场呢 就是给我一种很振奋的感觉 就儿童音乐剧演员 他们在台上的专注度啊 是有些我们成人音乐剧演员所没有的 就是说是我们希望能够拥有的这种专注度 就是他们这种能量是非常纯粹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专注 就是他们不会去考虑那些杂念 就像观众什么反应啊 就是很专注的做自己的事情 首先就像我们说的燃戏音乐剧嘛 然后我就觉得首先它非常的燃 就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嘛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第一直观的一个反应 然后但是我觉得里面还真的是蕴藏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需要我们细细的去品味 很燃了我的肾上线激素已经飙升 然后呢我看到这些孩子们 特别的开心在唱歌 在玩音乐的台上 特别的自由 我特别的羡慕他们吧 我觉得 一开始还没有进入学校之前的那些音乐 对因为我发现今天现场所有的音乐全是现场乐队 很震撼 而且音响非常好 就是调的声音大而不吵 就是比较喜欢那个中间的那个 有的是校长在唱的那段 因为那是莫达克的 莫达克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歌剧专业的学生 所以我是比较行李 所以他能把这个都一半年就能够挺有意思 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 就是 带着孩子们一起规划 逃出学校 一起去参加这个摇滚的唱歌比赛 带克老师带着一群学生 计划要出学校去报名 去入围那个比赛 他们就这个过程都会比较波折 然后也体现他们的一个 为了这个音乐 为了他们想做的这个事情 为了他们的梦想而去奋斗 去缓解去筹划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在上半场收尾的时候 的音乐也能够达到那个点 就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半场收尾 我觉得那个部分收尾很可爱 我很喜欢那个鼓手 他很可爱 对那个小鼓手 他的表情也很有意思 他打得也很好 所以他在自己solo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都非常的惊讶 其实歌我都很喜欢 因为甚至聊的表文题材的音乐局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本身就很长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戏 我最深的印象一个片段 就是那几个孩子 在跟自己的家长的沟通过程中 就是说出自己的心声 因为他们就是完全不听我们的话 或者说是和家长 就中间有一些隔阂 就是那一段唱段 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一起的 那个唱段是最打动我的一段 就是做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 然后听自己的心声 然后就是和一个家庭的关系 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能够反映到很多现实的问题 就是教育环境啊 包括自己的家庭环境啊 这样等等的一些问题 这个地方是最打动我的 这只是上半场 有很多地方 尤其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就是半唱的 那个齐刘海的金发小女孩 她能量太强了 我对那个金发的女孩 就是唱那个半唱团的金发的女孩 我觉得她这样甩头头会痛啊 我觉得她太害怕了 全场教练应该就在台湾 那我就教体育课吧 因为我觉得体育和自由是在一起 你可以去自由的去发泄去奔饱 音乐也是跟自由是有关系的 因为音乐是你精神方面 想去做任何一个设计想法的旋律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个约束 更想把一个舞蹈老师 舞蹈老师 舞蹈老师就是让你的身体 去激发出潜能 因为身体语言是 要比真正的说出来的话 其实更能够打动人的 就是说把他们的能量激发出来 然后和音乐又相配合 然后又可以让体力变好 教语文吧 教会他们的方法 让他们自由的在这个世界和空间里 自由的去翱翔 历史 因为我历史爱吗 你叫他外语 外语啊 那我叫体育吧 你这个样子像是教体育吗 没事 给我一点心动 体育 我数学也不好 我觉得我可能当美术老师吧 你觉得我来教 我肯定是教不了 其实这个戏还是很多正能量 去教育孩子的方向 包括你记得有人情节就是 后来他们的家长 都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 所以他们家长有很多感悟 就是不要太去阻碍孩子的本身的发展 其实这个主题是不要 所以这个戏真的是很有意义 也很让他们现场 就让他们无为人的发展 我们当局队叫六类世界 现在的要再组一个 他就叫好好先生学队吧 真没有想过这个 太难了 我想一个名字 还要想很长时间 自从队 生日文字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这个摇滚学校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很活泼 很开心 然后让你觉得 因为是在你身边的 而不是离很远的一个东西 而且整体的方法都特别的舒服 包括音乐或者看他们整个人的投入 尤其是我觉得演员的投入性 就非常大的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大家很值得去看这个东西 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进入剧院里 来看音乐剧 看摇滚学校 那摇滚学校这部剧 我目前的感受 是它有戏剧性 有音乐性 然后 每一个小演员都特别特别的棒 每一位演职人员都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歌也好甜 然后也会让你从楼下到尾 反正全程无尿你 希望大家关注摇滚学校音乐剧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院 去轻声地感受音乐 和你之间的一个碰撞 一个激情 给大家一个上海大剧院 非常难的一部音乐剧 非常好看的一部音乐剧 Score of Rock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到上海来 或者是北京广州 在接下来的全国巡演中 可以多多支持这部尤其学校 希望大家能曾经日常来观看 这部非常非常好看的音乐 与摇滚学校 在上海大剧院演出到3月17号 希望你们都来 也希望大家能关注 这部戏的全国巡演 后面由北京战口 游战期待你到处